咖喱辣椒浆等发热的食物 让身体蠢蠢欲动的癌细胞都睡觉 一场国际研讨会 其中一位目前在美国癌症中心的代博士 Eastanser Curator 癌症是否能治愈 微提 分享了他对癌细胞生长动力学的研究结果 癌症最令人害怕的就是Metastase酸医 人生癌并不会让病人死亡 而一旦癌细胞转移 在其他组织器官内 腥风作浪就让病人逐渐 或快速地走向死亡 但是为什么 有些癌细胞已转移的病人 却未继续恶化 日本曾解剖研究几十位 无病痛 而自然往生90到103岁老人 发现他们每一位体内都有不少癌细胞 但为什么他们的癌细胞没有造成身体的病痛 戴博士和几位癌症研究学者发现 癌细胞在活跃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休眠期 休眠一段时间后又再度活跃 腥风作浪 休眠期越长 病人能存活的时间就越长 甚至不发生 令人害怕的转移 现在医学界积极地在研究拖延癌细胞休眠期的方法 包括利用药物和饮食 有效地预防细胞癌化 那篇论文提到几种天然物 可及由控制癌细胞的讯息传导 Sigual Transduction 病人的路径让癌细胞进入休眠期 请大家多吃含有这些有效成分的食物 让身体内蠢蠢欲动的癌细胞多多睡觉 1.咖喱抗癌成分是姜黄素 2.辣椒抗癌成分是辣椒素 3.姜抗癌成分是姜黄素 4.绿茶抗癌成分是耳茶素 5.大豆抗癌成分是一黄桶 6.番茄抗癌成分是茄红素 7.葡萄抗癌成分是白莉卤醇 8.大蒜抗癌成分是硬化物 9.高丽菜抗癌成分是阴斗银朵 10.花椰菜抗癌成分是硬化物 最近医学发表的长寿药物包含以下四种 姜黄素白莉卤醇 三里妈润黄芪 四种成分 前面两样出现在上文中 上文所提到的 咖喱和姜的抗癌主成分都是姜黄素 会服不公布大肠癌的主因 来自十大恐怖美食 当心癌症是吃出来的 1.汉堡薯条加可乐 2.排骨饭加真奶 3.锅贴加豆浆 4.取烤一大粒面加酥皮浓汤 5.韩式炸鸡加啤酒 6.炒饭加贡丸汤 7.拉面加双七莲 8.卤肉饭加鱼丸汤 9.红烧牛肉面加酸菜 10.炸肉圆加关冬煮 中炎月努力了十年 才完成的排毒最强的食物 1.地瓜 2.绿豆 3.燕麦 4.一人 5.小米 6.糙米 9.红豆 8.胡萝卜 9.山羊 10.牛蚌 11.卢笋 12.洋葱 16.地瓜叶 17.卢补叶 18.川姬 19.优格 20.醋 记得储存 也请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哦 一遍 20.雅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